北约的三叉戟2015军典图约 4.5万兵力在临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 据今月俄罗斯10月5日报道 北约将在今年2018年的三叉戟2018军典中部署4.5万士兵 130架飞机 其实搜作战船只以及近万辆军用汽车 此次军典预计在当地时间10月25日开始 11月7日结束 北约官方网站车 此次军典主要在挪威举行 另外也有部分演习在芬兰、瑞典、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开展 报道称 此次军典是北约的自冷战结束以来 最大规模的自卫性演习 北约的31个成员国和伙伴打算参与此次军典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ohn Spurtenberg 趁这次演习是带有自卫性质及透明度高的 他指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的成员国 包括俄罗斯 都被邀请派遣自己的观察员来参与这场演习 据环球时报早前报道 北约总部强调 该演练并非专门针对俄罗斯袭击的情况而设计的 他们只是模拟当一个北约成员国 被虚斗的侵略者攻击时 他们应该如何应对 然而俄美指出 北约的将这次演习的地点设置在与俄罗斯临近的挪威 芬兰 瑞典 暴露了其根本的意图 以北约官员也在非正式场合私下承认 在一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举行联合军典绝非偶然 俄美指出 自从2014年 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 加入俄罗斯之后 北约就开始在俄罗斯边境 如波罗的海 极东欧地区协助增加兵力 最近几个月 北约更是不断高调胜肌肉 今年6月 北约超过18000名士兵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参加支援 今年8月底 近万名北约士兵 参加了拉脱维亚独立之后的最大规模军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本周将早事后表示 北约的在北极圈地区 及俄罗斯与挪文北部邻近地区 日渐扩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 已经被注意到了 北约的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叉戟演习 通常都会体现 北约关注的战略方向 今年来北约不断加重 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其俄罗斯在该地区较劲的意图 也越发明显 俄罗斯也不断通过在该地区 开架军事演习的方式表达不满 海外网络疫情 接着